8月4日王晨毅现身南京文某直品品牌举办的活动展台驻镇 活动当天晨毅内搭纯白色衬衫 外搭一套香玉紫泽西张显得格外清新帅气 更以品牌任性好物观的身份 与现场所有人共同见证2019国民家庭好物挑选趋势报告的发布 并与粉丝们亲密互动 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做过的最有任性的事情 我觉得最任性的就是坚持自己的音乐梦舞蹈梦 然后在北京坚持了那么久 然后现在也是有机会去面对更大的舞台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任性的事情 粉丝们亲切地称呼王晨毅为王老师 因为他有着深厚的舞蹈功底也曾担任舞蹈老师 而这次王晨毅现场更是超然充分 用粉丝们为他选出来的纸巾好物 即兴大秀纸巾舞引爆全场欢呼声 真不愧是在选秀节目中拿了首A的人呢 舞姿流畅帅气动作撩人 小编也开始有些理解粉丝的应援横扶上 为何写了穿上衬衣命都给你这八个字了 王晨毅在随后的采访中也表示 自己对于舞蹈绝不放弃 会一直坚持下去 然后但是对于舞蹈的话 我是一直不会放弃的 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希望在未来呢 自己的舞技能有所提升 怎么会继续加油努力进步吧 对于粉丝们欣欣念念的新专辑何时能发布 王晨毅除了表示正在加紧制作外 其他问题一概迈起了关子 现在已经在加紧去制作了 然后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很快吧 很快了 风格暂时保密吧 是三种 就是类型完全不一样的歌 期待陈毅的新专辑南京报道